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四表示 双方副谈判代表当天进行通话 为达成协议而努力 姆努钦还说 与中方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 但为了达成正确协议 美国不会受任何人为期限所束缚 川普周四暗示 12月15日可能会对中方商品加税 周四 周四 姆努钦在回答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问时表示 中共不应再享受世界银行 资助贫困国家的支持性贷款 姆努钦还说 财政部就世界银行对中共贷款大幅缺减进行了谈判 世界银行通过贷款资助贫困国家 而美国是世界银行的最大资助国 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安东尼·钢萨雷斯此前表示 中国在2016年就超过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毕业门槛 不能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间接补贴中共 钢萨雷斯正在准备将中共剔除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议案 新唐记者 畢新词 上镜 综合报道